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Java视频 大家请看 现在这个网站是我的小马视频的官网 最近我正在做Java教学视频 这是我的课程的一览表 我今天想说的 不是说我的课程问题 是说这两天 我们在给我的公司做Java的EOL的对应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用Java8做项目 做了很多项目 主系统子系统都在用Java 我昨天开始准备做这个EOL移行 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我进入Java的官网 然后咱们进入到Java SE的页面 稍等吧 我把这个国家去切换到中国去算了 好 咱们选择这个软件下载 然后这有一个Java SE 这个是Java SE的官网 对不对 咱们选择这个概述 大家请看 中央这个地方有一个红框 有个通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把我的这个屏幕放大一些 把这浏览器放大一些 咱们看 OracleJDK8公共更新终止 对这个企业用户来说 肯定不是好消息吗 2019年1月之后 Oracle不会将Java SE8的版本的更多的更新发布到其公共下载站点 用于上映用途 换句话说 201几元之后 咱就不能够在商业使用JavaJDK8了 大家再介绍一下看 需要继续访问关键错误修复程序和安全修复程序 以及Java SE8或早期版本的常规维护的客户 怎么办 可以通过OracleJava SE Advanced高级 这是付费的吗 或Advanced Desktop 这也是付费的 或OracleJava SE Suite 获得长期支持 什么意思呢 免费用户 如果想用JDK的话 您只能用到2019年1月份 就不能再用 现在是2018年4月份 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您还可以用Java8 过了这个期间 就不能够再用了 那有朋友说 嗨 我用9行不行 现在10也出了 好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Oracle是怎么干的 这是它的官网 Java SE的路标 咱们看 咱先看这段话 这段话意思就是说 这段话 上面这段话跟刚才是一样 他推荐咱使用什么OpenJDK 咱不肯用 咱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说什么 就是商业用户 您用Java8 只能用到2019年1月份 如果是个人用户的话 可以用到2020年的12月份 反正我看这消息 肯定是不爽嘛 那咱们再往下看 它路标怎么回事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Java8 它是2014年3月份 Release 没有问题吧 然后它这个是 支持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地方 支持到2019年1月份 没有问题 最多最多个人用户呢 可以使用到2020年的12月 这个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商业用户 所以我们说 不行 我们想用更新版本 怎么办 那咱们看 我不用8了 用9行不行 Java9 大家看 J的日期是2017年的9月份 刚刚 Release半年 然后它这个Java9 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到2018年的3月份 Java9已经不更新了 JDK9已经不能用了 那怎么办 我用10行不行 咱看 这个是JDK10 对吧 它是什么时候 它是18年3月份 Release J的日期 对吧 然后它到什么时候 就为止 到18年9月份 换句话说 Java10的生存周期 只有半年6月的时间 那换句话说 对于我们的企业用户来说 肯定不可能用这种版本 那怎么办 我们只能用这个Java11 它叫LTS 长期支持版 这个可以 这个11 它什么时候Release 大家看 2018年9月份 换句话说 是今年9月份 才Release 这有问题了 你看 因为我们是企业用户 我们只能用到8 对不对 那这个8 它支持到什么时候 支持到明年1月份 那么如果我不用8 我放弃8 我能用哪个版本 我只能用11 对不对 可是11 它是今年9月份 拆Release 换句话说 我从今年9月份之后 想把我们公司 所有的系统的8 切换到11 只给我4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Oracle这个事做的不太好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考虑 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Java8 放弃Java用别的 因为我们有一些个子项目 在用Luby做 所以如果说我们放弃Java的话 也行 不过因为系统太大 真的是短期之内 不可能说一年之内 我都干完 更不可能说4个月之间都做完 所以我说怎么办 怎么办 这也是我们公司头疼的问题 而且咱们作为咱们学的学习者来说 你是学8还是学9还是学11 其实也都是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Oracle这么做的话 我估计以后 起码像我们这种初创公司 不是很大的公司 肯定就不会首选Java了 对不对 所以我估计可能Java的市场 也在一点点的萎缩 我有这种预感 比如说企业用户 你非要用怎么办 其实大家往下看 你看这就可以用了 Java8 它支持到2025年的3月份 而且还可以无限支持下去 为什么 收费用户 如果您花了钱 给Oracle 那Oracle会 不管您用哪个版本 甚至说您用6 它都能够给您免费的支持下去 不是免费 是长期永久的支持下去 你得不断的给Oracle交钱 所以说看到这个感觉 反正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用了很长 用了大概十多年的Java了 对不对 反正看到这个消息的话 我是不太想再用Java了 因为还好我现在用Node.js 或者说用Luby的话都能够做 不过像一般的企业用户 这么大的系统 突然间说要放弃Java的话 其实有点疼 因为一有逻辑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正常跑通都可以 突然间就因为这个Oracle不支持了 或者说你也收费了 我就换语言的话 可能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这个控制成本的话 因为现在一般公司都会控制成本 所以对这个控制成本来说 也不是好事 所以说今后咱们怎么做 Java还学不学 然后学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些问题 而且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说这个Google和这个Oracle正在打官司 因为Google开发这个安卓 用的是Java语言吗 然后用到了Oracle的API 然后又没有使用Oracle的GF的虚拟机 所以说Oracle跟Google打官司 好像4月3号我看到这新闻 而且这说这个 判这个Oracle赢了 那换句话说 Google可能咱们再开发安卓的话 可能今后咱们真的就放弃Java 直接使用Cotlin了 也说不定 所以基于这么多原因 我估计我的主页的Java的教学 可能就不再更新了 以后可能会重点的更新Cotlin 因为Cotlin也能做很多事 服务器开发 手机开发 也都能做 包括一些个把其批助理 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可能今后再做课程的话 Java就不是我的重点了 我会放到Cotlin和其他的语言上 好吧 今天关于Java跟您牢骚了很多 反正您如果您是在学Java 或者说是公司在用Java的话 请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突然间他不支持了 或者说收费的话 可能对于企业来说 也都是一笔预算的问题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一定要注意Java今后的动向 好 那咱们今后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